今年5月 新北市一名小男婴在脱婴中心遭老师出炉对待 过程中不只用身体压住孩子 导致他无法挣脱 过程将近一分钟 监视其甚至还录下 另一名女婴的头被老师往后倾 强行喂水 震惊社会 今年6月1事件频传 根据统计今年到目前累计总共24件 比起2012年的3件足足多了8倍 2012年到2019年间总共有122件 其中北市最多有8件 虽然卫福部有网页能让妈妈查询保姆适用的机制 但家长痛批 做法太消极 以作为母亲来说 我要一直去浏览 不试任保姆的很多行为 我觉得只是会增加我更多的恐慌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脱婴中心服务网页虽然可以看到脱婴中心 以及保姆姓名汉所在的县市 但每看一次虐婴的方式 对妈妈来说都只是更大的恐惧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应该是要去找出他发生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把它做分析事后的预防工作 然后做对于治本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卫福部社家属表示 为了确保保姆品质 还是要到脱婴服务中心的网站查询 由于违法的脱婴人员是用身份证登记 因此不用担心跨线时或改名等漏洞问题 虽然资讯统一逐渐完整 但公布违法名单对预防仍然有限 依然要回到保姆的职签训练 才能让爸妈们在交出宝贝给人照顾时真正安心 记者称是练秋雨亭台北采访报导